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后大湾区的观众不知道会否看到我们的节目 说不定都有机会 日后大湾区9加2城市互相融合 很多现在有的限制都有机会打破 例如现在我们过了罗湖 手机就会转做漫游收费 日后有机会取消 例如像电子支付系统一样 亦都有机会互通 这些内容全部都有写在规划干要的章节中 特首林郑月娥今早见记者的时候 日后就形容规划干要内容丰富 包罗万有 香港要好好把握 我作为特区政府的首长 也都从来没有要过交成绩表 就是中央要你一定按着这样做 或者那样做 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好这些机遇 恐怕就好像习近平主席 在2017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里面 他引述一句香港的俗语 就是苏州过后没有艇搭 可能大家会问 怎样搭这艘艇呢 读书的可以考虑去内地升学 干要提到 会支持粤港澳高等院校合作办学 研究互应学分 港澳学生还可以享有 和内地学生同等交通旅游门票优惠 还可以想想报考内地公务员 如果打算回大湾区住的话 港澳居民就有机会享有 和内地居民的同等福利待遇 退休之后也有政策配合 大湾区也会建设一批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就这样听起来好像方便了很多 不过没有了万游收费 在大湾区是否用到Facebook和Google 大学分互应 在内地读医、读法律 是否就可以在香港做医生、律师 也比较有争议 亦都有医疗安排 当最近全城都说医疗爆煲的时候 规划纲要就提到了 会研究开展非急重病人跨境转诊合作试点 会不会令到更多的内地人 转到来香港看医生呢? 甚至香港医生 需不需要被派到内地执业呢? 实惠局局长陈兆始今天就回应说 政府原则上支持内地指定医院 运送非急重的香港病人回香港就医 又说不会硬推措施 而影响香港的公营服务 香港的民生事务 全方位都立入规划 有人就会问 日后特区政府做任何规划和政策的时候 需不需要配合国家任务 而不是出示本地需要呢? 大湾区涵盖9市2区 一国两制2种制度3套法律3个关税区和3种货币 在大融合之下 这么多的城市要互相接轨 刚要提到 在2022年要连接好各个城市 2035年就要全面开放各个城市居民流通 香港是否真的50年不变呢? 大湾区又是否香港年轻一代的出路呢? 当满怀梦想的你 遇上新机遇的年代 粤港澳大湾区 会带来很多新机会 无论是政府广告 还是官员出席活动 在大湾区的发展势头之下 特区政府会继续担当促进者的角色 不单是协助青年提升竞争力 更加会为他们搭建平台 使他们在大湾区积极地发展 政府经常鼓励青年去大湾区发展 粤港澳大湾发展规划刚要出台 预料香港和内地的融合 将会越来越紧密 香港的年轻人要有更好的发展 还应不应该扎根香港? 有调查访问了1400个香港青年 听过大湾区发展计划的人数 有超过一半 但认同大湾区整体发展理念的 只是有两成半 有四成人不愿意去到广东就业 得两成人愿意 其中的原因包括缺少人物关系 不适应内地职场环境 以及不想和家人分开 大湾区的发展势不可挡 在一片鼓吹青年回大湾区发展的气氛之下 新世代究竟的选择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今天邀请了两位青年老板和我们谈谈 他们做的事可能相似 但是背景就很不同了 一位就是在内地开设计工作室的吴嘉惟 另一位就是本地共享办公室创办人鄭伟衡 先问吴嘉惟 你在内地的工作经验 比起在香港的发展 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首先说回到香港 其实在香港几年前 我都有一个start up的经验 就是做教育行业 又做一个app 做网上配对导师和学生的平台 那时候其实都做得不错 那时候在大埔其实都有盈利 但是做到做下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香港的market 真的很小 就算在赚钱的情况下 我都要stop了 重新再想 去restart一个新的行业 所以的话 我总结出来就是 我觉得香港的market 给我们新的创业者的机会 我觉得是锁正无几的 所以会想想其他的market 那你在内地也有一些工作经验 有的 有的 有什么困难 就是超出你的预期呢? 其实在国内做事 我想贴身点说 的确是那种职场文化 生活上的文化 这些都比较贴身点的不同 再说生意角度上 其实始终很多 无论法制上 处事手法上 真的很不同 那不是说对与错 只不过你要当 完全是另一件事去对待 你要当自己是学生 无论你香港有没有任何经验都好 回到去 你从零开始学过 也都不要想着自己是什么有什么优越的 从此回到去你就要跟他做法去做 他里面的文化 相对我自己觉得 叫传统一点 也都是看人多 看制度多一点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香港人要接受 做老板要找员工 那你在找一些香港的人才 去上帮你手的时候 他们不想上去的原因 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就是家人在这边 朋友在这边 女朋友在这边 所以其实你离开 算是离乡别井 文化不同 从而适应过 住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他都会想你提供给他 香港人怎么都要了解国内的事情 我就当你不想回去做事 但你也不能够不知道 国内发生什么事 你始终这个是香港政策定位 那政策的东西你没办法的 你小市民有什么可以做 不是叫你说很拥抱 但是也不能不知道 现在有个说法 都是说香港究竟是不是被规划 随着一些纲要推出来的时候 每当政府很想鼓励青年 即是投身的时候 都会叫他们 考虑一下大湾区 认识大湾区 你对于这个主旋律 有没有什么看法 还是其实都可能 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 我啊 我就说我衰点地说 我被规划就是被规划 是吧 那你都没有办法的 是吧 不如想回自己 怎样规划自己 是吧 城市被规划 那你是不是被他规划 是一份呢 还是其实香港虽然被规划 但是反而令你清楚知道 未来香港是怎样 刚刚主持人说会不会被规划呢 那我自己这样看 其实作为这个 大家都创业者 其实这一帮人呢 是最有critical thinking的 就是批判思考 很难骗到他们 只要他回去看 哦 根本就不是政府所说的 他立刻回头了 你自己是怎样适应的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由零开始 如果不认识人 没有人物 是不是根本很难去开始呢 我觉得是 首先我觉得 好像刚刚说 你要学习的 学习是有一段过程的 而且会有banta的 要有朋友 要有导师 要有前辈去带着你 所以其实我现在在 广州呢 在内地都有一帮 我们香港的entrepreneur 就是我们可能 九十后八十后 组成一群人 大家可以share experience 哪些 不要犯错了 哪些小心 有risk 大家会去成立一些 我们香港的一些group 去提醒大家 其实 有不觉得有些少要埋堆 其实小不便的 我自己 因为有投资这些初产公司 前后几年间见过过百间的了 也都有不少 未必有选择国内 选择国内 当然要靠人脈 Andy有提到 但是就算你去海外都一样 其实这些是定律 是没错 他们去东南亚 泰国 台湾 哪有可能不是靠人脈 识人好我识字 这句做生意的角度 你说得对的 但是大家了解 现在香港的气氛 就是年轻一代 比较都可能会抗拒 就是内地的文化 如果你现在这样的选择 会不会令到你失去了些什么 就是会不会 没有了可能以前有些朋友 或者可能被人标签了 是建制的 回到内地做事 和建制 是没有一个对等的关系 你可以不是建制 都可以回到内地做 但是我觉得是一定的 但不是建制 可能就是 但不是建制又迷不到堆的 你要尊重那边的法律和文化 你要了解那边的消费者 了解那边的市场 那你才可以生存到 我觉得不一定是建制的 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坚持 你觉得这份的尊重 是不是香港的青年很容易 就可以尊重内地呢 因为我觉得今时今日 香港青年比较敏感的 比较敏感的 也都比较容易拿一个观点和标签 说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心做生意 也都做过生意的人 就会理解了 始终从商的事情 和政治取态 像Andy说的 不一定有对等的关系 政治取态可不可以属于自己呢 其实 而你工作上 有些人专业地看 需要做某些东西 说某些东西 问自己是不是有这么难 如果真的很难 不要紧要 其实都是那句 不是没有出路 那你说怕不怕 给朋友标签 如果怕的话 证明你不适合创业 因为你做很多东西 都会被人标签 那我想说到尾 都是最重要 香港人自己知道 现实情况是什么 想想自己想怎么样 这个是我真心觉得的 中央最近公布了 大湾区规划干扰 你自己有没有期不期待 或者有没有看到中间 有什么是和你的工作有关 推出了我们不用想得这么复杂的 好像我现在 我感受到就是 交通方便了先 因为有高铁 港珠澳大橋 那你回来探望家人 见一下女朋友 都方便快适了 吃个菠萝油 都可以整天吃 第二就是 注册公司 我觉得是方便了 以前我们经常说 在内地很麻烦 很复杂的 但是现在 因为有大湾区 这件事大家都重视 所以其实 都是有效率了 未来他就说想 打通国内和香港资金的来往 就是说一些创头上的资金 这些一定是好事 另外 好像Andy所说 一些生活便利上的东西 当然 这个干扰暂时是一些方向性的东西 你问我实实际际的 都是不外于资金 资讯的流通 如果慢慢 可以透明化 简单化 那当然会更好 好 大家青年有的是机会 是不是回到内地发展 亦都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亦都可以参考一下两位的意见 多谢两位 多谢 谢谢 我们去年做过一些试验 一起看看 每天我们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产品 电脑 电视机 梳法 地毡 还有贴身的床上用品 每次的接触 我们可能都不觉意接触到一种化学物 叫阻燃剂 产品内添加了阻燃剂 有助减低可燃性 或者延迟大火蔓延 不过部分阻燃剂 含有内分泌干扰物 万一它们进入了食物链 有机会污染食物来源 我们对阻燃剂究竟认识多少呢 香港人很喜欢吃海鲜 2013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做过有关港人海鲜消耗量的统计 香港人均每年消耗65.5公斤海鲜 远远超过全球平均大约20公斤 但当香港人大口大口品尝鲜甜鱼肉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很可能吃了阻燃剂入肚 没什么感觉?难道不吃吗? 对 那你每一样都有问题吃什么呢? 当然无奈 吃了食物身体不好 或者有副作用 吃得多会积聚的 林中华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 助理教授 在十年前开始 就监测在珠江河口一带的海洋生物 是否含有有毒阻燃剂 当中包括六臭环十二丸 简称HBCD 研究团队发现 在他们监测的中华白海豚体内 含有的HBCD浓度 在2005年至2014年期间不断上升 比最初高了二十倍 这些海洋哺乳类动物 中华白海豚 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都是吃鱼 或者其他海洋生物 其实是可以反过来去显示了 香港水域当中 这些生物 它们所累积HBCD含量也相当高 有见及此 我们香港教育大学 就联同其他研究单位 包括海洋污染国家重点测验室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大学 以及浸会大学 进行了以下的研究 去了解一下 究竟在香港水域当中 不同的海洋生物 它累积了多少 这种新型的阻燃剂 叫HBCD 以及想了解一下 究竟香港人 吃了这些海产之后 对我们身体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在2012年开始 研究团队主要从香港水域 包括吐露港、长洲 和大鱼山一带的水域 随机抽取香港人 经常食用的海鲜样本 包括19种鱼类 6款甲壳类动物 譬如虾、蟹等等 5款软体类动物 譬如螺、甲 亦都搜集了34个海洋沉植物 作为化验样本 研究历史6年 在今年8月 研究结果在《权威学术》 至于甲壳类和软体类动物 它们的相关含量属偏低 专家分析 佐燕剂这类环境污染物 一旦进入海洋 会慢慢地沉到海底 依附在沉积物当中 所以贴近海底生活的生物 够容易吸收到佐燕剂 塔沙其实是我们所谓的 抵妻生活的鱼类 它们主要是依附在沉积物上 去生活 吃饭的时候 它们会吃这些沉积物 所以在它们体内 就会量度到比较高的 环境污染物 包括这些佐燕剂 研究亦有估算 本港成年人每日透过进食海鲜 会摄取到多少HBCD佐燕剂 结果发现 本港成年人 较内地普遍成年人的含量 高出16倍 专家分析 除了因为港人喜欢吃海鲜之外 这个结果 与香港高度城市化有关 市民较多使用电子产品和家司 而这些产品都会含有佐燕剂 香港和珠三角一带的城市化 其实是很高的 再加上我们珠江河口一带 有很多工业区 而这些工业 亦都有机会排放到 很多这些佐燕剂 进入了我们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相信 很多这些佐燕剂 都是来自于这些高度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地方 佐燕剂一旦进入身体 就会累积在脂肪当中 较难排出体外 长远来说 有机会构成健康风险 长远算的话 其实究竟我们要 涉入了多高的含量 才会产生这个影响呢 其实我们都 其实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的研究团队 都仍然在研究 佐燕剂进入生物体之后 会有不同的影响 当中包括会影响 内分泌系统 荷尔蒙分泌 导致到生育能力的下降 或者影响了他们的发育 亦都有文献指出 佐燕剂是会影响到 神经系统 导致到学习和智力有影响的 而最近一些流行病理学的研究里面 发现到佐燕剂的浓度 是会和甲状腺癌 有一个密切的关联性 除了吃海鲜 有机会摄取到佐燕剂之外 有环保组织也提醒 在日常生活环境内 其实充足着各样 含有佐燕剂的产品 只是消费者未必留意到 最终是落在一些容易着火的物料 例如塑胶 譬如一些电脑 如果它的外壳是用塑胶的话 很多时候都会落一些佐燕剂 不单是塑胶 有时候有些布料都会 因为有些布料都是人造的纤维造成的 它都有机会落一些佐燕剂 又或者是一些小件的物件 譬如一些玩具 有时候都有可能 有关当局都会要求 落一些佐燕剂 有些佐燕剂 有些佐燕剂 以黏贴方式附加在产品里面 透过日常接触 或者使用久了 都可能令佐燕剂釋放出来 并依附在塵埃当中 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佐燕剂 都不是完全黏合在这些产品当中 举个例子 它们就像我们黏这个贴纸 把贴纸黏在产品当中的时候 日子久了 它慢慢就会脱出 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当中 当中包括有我们的家 甚至乎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 其实这佐燕剂 它们有个特性 就很喜欢黏在一些陈埃当中 当我们呼吸的过程里面 有机会吸入这些陈埃 这些佐燕剂 就会顺带进入我们的身体当中 我们分别在家居和办公室 搜集陈埃样本 再交由教育大学 科学与环境学系进行发验 看看当中 是否含有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 以及本港有毒化学品管制条例 都禁用的两款佐燕剂 包括多臭二本迷 简称PBDE 以及六臭环十二丸 简称HBCD 结果两个样本都验出 含有这两款佐燕剂 从办公室搜集到的尘埃样本 含有佐燕剂PBDE的浓度 是家居尘埃的三十六倍 至于佐燕剂HBCD 办公室尘埃样本的浓度 更加是家居尘埃的六十三倍 如果我们在尘埃度去检测到 或者检测到这些佐燕剂存在的话 某程度上是可以反映了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当中 特别是我们用的产品当中 相信会含有这些佐燕剂 电子产品 举个例子 可能电脑、电视机 都会添加了很多这些佐燕剂 而在一般的办公室当中 会应用得比较多的电子产品 甚至乎地毯 或者更加多不同的窗帘 所以为何会在办公室的尘埃当中 我们会找到比较高的浓度佐燕剂 有环保组织不时会讨论 检测电子产品的合适方法 一旦检测不当 他们担心有可能会令佐燕剂 释放到空气和泥土内污染环境 如果你乱扔的话 风吹雨打 首先会发觉表面会慢慢有些粉碎出来 这些脱出的粉 就会带着佐燕剂的污染环境 佐燕剂应用的范围和潜在的健康风险 市民是有需要知道的 产品或者食物中的毒素来说 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会令你死亡 只不过会令你的健康出现问题 或者影响了你的发育健康的时候 这是值得关注和应该要避免 想减少接触到佐燕剂 专家建议勤洗手、多打素、减少灰尘 至于新近出产的电子产品 相信已经减少使用高危有害的佐燕剂 这些有问题或者叫有害的佐燕剂 当中包括PPDE和HBCD 它们都已经分别在2009年和2013年 都被纳入了这个斯德哥尔摩公药当中 受到规管 比较新的家具或者电子产品 里面含有这些有害的佐燕剂的机会 或者被禁用的佐燕剂的机会 是相对来说低很多的 原因是因为製造商已经知道 这些是有问题的 知道这些佐燕剂已经是受规管 所以他们就不会应用了 在这些新的产品当中 所以相对来说 消费者用这些生产品的时候 对他们的风险来说也相对低 二手的产品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年份 会否有机会应用了这些有害的佐燕剂 我们不了解、不清楚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尽量避免购买 或者使用这些二手家具或者电子产品 为了防火这个安全作用 现今的产品很难避免会使用佐燕剂 但如何促使生产者 用一些对人类和生态环境 较安全的成分呢? 作为消费者,实在需要关注 消息说行会决定全面接纳土地 供应专责小组报告 包括局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 据了解,明天发展局最快 就会明天开这个记者会 具体有什么措施 是否可以有效地开拓土地 大家记得留意 今天都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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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